我在豆瓣上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这个话题非常好 可见啊 现在豆瓣上的这个女性 年轻一代的女性啊 她不再给这个 不想再给这个猎金繁殖了 不再想给丑男人出头三繁殖了啊 就已经开始在挑男人了 我觉得这个女性的意识觉醒非常好 这帖子这么问的 她说如果啊 自己生的宝宝长得特别丑 你会嫌弃她吗 然后呢 这个女网友说呀 我有个小美女朋友 夫妻俩呢 这颜值啊都中上 可是生的这个女宝啊 偏偏长得像爷爷 特别丑 活像女版的郭德纲啊 所以她朋友圈就很少发她女儿照片 孩子基本上丢给这个保姆带 平常和我们聊天啊 也经常透露出对孩子外貌的嫌弃 我一方面觉得她女儿好可怜 一方面没有设身处地的考虑 如果是我呀 生了一个丑孩子我应该也很郁闷吧 所以这种嫌弃自己子女的这种感情 感觉是这个丑孩子的感觉啊 是人之常情吗 这个女网友就回答了 说她肯定会呀 会呀 很多美女跟这个丑男结婚呢 生的孩子特别丑 如果孩子丑我也会嫌弃的 还有的这个丑孩子的妈呀 这现实的说法说 我就明白我自己女儿不好看啊 就是说 但是我只能尬夸可爱啊 心里呢 也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孩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爸爸身上 你不要看这个 就是你老公长出来 你看老公 你跟老公啪啪啪 我老公还行啊 我对他有幸运啊 他长得还行 我一看他这张脸我就喜欢 我就心里是愉悦 我这种愉悦感就挺高的啊 但是奈何呀 你这个老公身上携带了 这个你公公身上的丑基因呢 这种丑基因是隐形的呀 你都不知道什么 就跟你的基因一配对了 在这个受运 受精的那一上呢 他正好是丑基因 跟你的基因结合了 那可不就生了丑孩子了 丑基因他是显性的 他一旦显性就非常强大 否则这个丑基因 他不能说 就是说延续了这么多年啊 人类繁衍了这么多年 他一直保留下来 丑基因的这个生命力 他远远强大于这个美的基因 美基因啊 他只是说偶然啊 就是说十分之一 或者说百分之一的这种概率 而丑基因是百分之九十九 就这么就这么强大 如果呀 这个说妈妈呀 和这个爷爷 就是这种问题关系又不好的话 那么你说看着这个像公公 长得像他妈公公 听起来好像有点像这个 翁锡啊 爬灰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就生气啊 你说这儿媳 你看着不生气吗 他不像我老公 也不像我 还不像我父母 就怎么看怎么生气啊 就越看越生气 虽然说孩子的确是绝对的无辜啊 但是人的心理本能就这样啊 你没办法看着抗拒 这人性就如此 你怎么控制啊 就说你说妈妈做错的地方 那只是在于啊 他怀孕前啊 他不懂得这个遗传学的运行规则 他没想好啊 就万一说孩子像爷爷啊 他该如何承担这个后果 那你就认命 就说哪怕像爷爷 我不喜欢我这个公公 但是呢 他是我孩子 我就无条件就是爱他 然后你就在这种无知啊 也没有心理准备的这种前提下 你就盲目生了一个女版的公公 是吧 你知道我呢 就体现智者了一场这种人伦悲剧啊 因为啊 这个我公公啊 和我第一天见面啊 我去看照片呢 就是觉得我这个公公啊 这种蜜蜂眼 三角眼 小眼八叉的 就不是说不好看 但是一般老人吧 因为我看照片啊 还有平时视频呢 就觉得他没有看出这个公公矮 我这个老公他一直没告诉我 他爹矮 我老公长得就还行 身高啊 脸什么的 浓眉大耳膏 鼻梁啊 就是看我老公 皮光手朴 水滑的真的是不错 看我老公长得还行 尤其我老公的眼睛 就忽伤忽伤 水汪汪的大眼睛 然后眉毛很浓的 我就看上我老公了 但我没想到他爹啊 就是一身高 还还矮 我真是没想到的 我说男的吧 就是你脸超点啊 最起码得有个儿 是吧 一看 哎呦 我就一下子 我这个 我这个心呢 简直就凉半截 我说完了 就完了完了 这个矮 这是个矮子呀 他们这怎么会这么矮啊 我就没想到 还没有我刚呢 再加上我这个公公啊 就平常的表现啊 就特别的愚蠢 蠢而不自知 蠢的还当成自己多狡诈 哎呦 我看 就是一种窃醒 你看我又又又又占便宜了 就这种农村人的这种 这种这种恶习啊 这种 就让我对他啊 对于我这公公 从心理性的厌恶 就鄙视他 然后就从心理性的厌恶啊 转到了这种生理性的厌恶 我看他这张脸我都不舒服啊 但是呢我呢 结婚前我结婚的吧啊 我又不是那种说年少无知 就盲目的就就就就生孩子那种是吧 我怎么着我学习的 提前学习点这种遗传学的吧 这种理论知识吧 你说如果我我就计算了 我说如果我生女儿呢 就有八分之一的概率啊 就遗传就像这个公公 如果我生儿子呀 那就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就像我那死爹 我渣爹啊 就这俩爹啊 都是让我心理生理都厌恶的这种老屌子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矮还都驼背 我那死爹更恶心 他不仅驼背 他还脖子往前探 好像一个王八 都他那丑 我妈呀就是这也也是 没什么子宫道德 非要给这种丑渣男生孩子 你说我呢 就已经就是对我妈就非常不满意了 我就觉得我妈俊老子宫道德 你说但我不能说拿我自己的生命啊 伤孩子你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啊 然后你就拿我这种下半生的 这种幸福感 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是吧 我得对我自己负责 我还得对我这种无辜的孩子负责 你就不管孩子长什么样 孩子他不是你 不是说他自己他要恶心你啊 是你他妈你自己生出来的呀 不是孩子说你 你快把妈生出来吧 是吧 没有这样的道理是吧 然后呢尤其是最近呢 我看到我老公啊 就是他姐姐 他那个同父异母的 就被他爹啊 被我这公公抛弃的 他妈把他妈在乡下抛弃了 这个姐姐 就这种老年后的样子呀 哎呦我这心里倒吸口洋气 就他这个姐姐老了以后啊 跟我这个公主者呢 老了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 这可怕不可怕 就连他那个歪嘴角 他们那个嘴角都往外歪 他们的那个左嘴唇的 左嘴角全是往上歪的 就是那种上歪的那种 歪嘴歇眼的那个神态啊 还有我手啊 钻起来啊 就他姐还习惯性的 手钻起来 摆放在下巴上 就跟我那公公一样 连这个动作 习惯性动作都一样 就还有招风儿 我那公公那对招风儿 就雷死人的那对招风儿 还有那矮小勾异的身高 还有那个体态 都一模一样啊 就这么丑 你说这就不就是让说什么 这丑基因这还不强大吗 就这样的女儿啊 就被这个他妈 被他爹 就被我这公公 无情抛弃的 那个可怜的乡下女人呢 成年累月 你说这么多年 还拉扯这么一个 丑章男的女儿 你说得有多糟心呢 就可怜他一个农村姑娘啊 又没什么文化 又没什么这个谋生技能 你说也不会看男人 你也不会说 就说你看一下 这男人好不好 这人品怎么样 就傻了吧唧就怀孕了 还没结婚啊 就被人搞大肚子了啊 你说你也不懂什么遗传学啊 你说这男的这么矮 你给他这个矮子 生什么孩子是吧 这稀里糊涂的 就被这么一个丑屌子 就搞大肚子 然后又不断的 被我这公公出轨 他们是同居关系啊 然后呢 还被我这公公抛弃了 然后呢 还带着长得像我这种丑公公 这种丑渣屌的这种 那张脸的这种女儿啊 这么走街窗户啊 就不断的走进 走出不同渣男的家 那你带着个孩子 你说正常的 就是说男人呢 都很现实的 很失利眼的 他不会要你的 是吧 你一个带了孩子的这么一个 这么带着孩子这么一个女人 你还没什么谋生计呢 你靠着我生存的 那只有说条件特别差 然后人品也扎的 男的 他找不到其他女的 他要你呢 是吧 要你给他做家务 要你满足他的性生活 他妈呀就是傻 也是没有能力啊 就被自己的子宫拖累了一生了 你别说是 这个女人看着自己的女儿 糟心的 你说就连我 看着我这个大姑姐的脸 就像我公公这张脸 我都很不爽 心里不舒坦呢 因为我不喜欢我公公啊 就是即便是这个 我老公吧 他没有遗传到我这个公公 那个五大郎的身高啊 可是啊 他我这个老公啊 穿着睡衣套装啊 坐在床边的 坐在床边的 没坐那个身体这个形态啊 哎呦 简直就像我这个公公那癞蛤蟆 因为我老公现在老了啊 这个年纪也大了 我也老了呀 然后我就说呀 我说你坐在这里的样子 就很像一只青蛙 就跟你爹一模一样 我老公当然不爱听啊 然后我老公如果是这个光着膀子背对着我走路啊 就跟他爹几乎一样啊 就连他这个老了以后 我这皮肉松弛下来 这个皮肤走向啊 还有这个皮肉锤挂在这个骨架上的这个形态都一样 还有我这个老公还是有螺圈腿的 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显 他老的时候就很明显 还有这个我老公这个大拇指上的灰指甲 还有这个我老公啊 那个类人缘一样肥大丑陋的脚掌 都遗传他爹了 这丑的基因多强大啊 再加上这个我老公那口牙也不怎么好 但是他咧的那口乱七八糟的疗牙啊 就还烂掉还臭 这更不好 就说明了这种底层人呢 我那个公公就是 是世代贫固 还没有自己土地给地主家打工的 这种生活习惯 卫生习惯都非常糟糕 非常恶劣 所以这牙口也会遗传的啊 我看我老公那口牙啊 就也是有点烂 也是挺烂的 挤的乱七八糟的 他就不像我 你看我这一口牙就比较 至少它规整吧 不是多好看啊 所以说我就得好好保护一下我的好基因 我不能被这个烈等的基因污染 生一个烈等孩子 再次